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汽车梦想秀 我们现在身处的是华北第一月圣地老涨沟 我们现在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验证一句话 前段时间在骁龙麦斯的发布会上 哈佛喊出了一句豪言壮语 他们说这台车搭载的是全世界最好的电磁区技术 HIFO 那这句话到底是吹牛自吹自擂 还是说名副其实呢 今天我们就开着骁龙麦斯来到了老涨沟 因为这里的地形非常的复杂 有高山 有峡谷 有溪流 并且有非常多的陡坡 来穿越的都是改装车和硬派越野车 那搭载了电磁区域的这台乘载SUV 能否顺利穿越老涨沟呢 跟朋友们的镜头一起开启今天的极限挑战之旅 我们下期见 我们进老涨沟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景色相当的漂亮 人际罕至而且大处充满了原生态 在北京真的很难见到 但是这种美景我相信是两驱车型和普通的乘载SUV难以看到的 因为我们刚一进来第一关可以说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 因为这里面遍布大小不一的河流 而且还有着类似于沙漠的这种沙土路面 并且还有着非常多的上坡和下坡 那两驱车和四驱能力一般的这种乘载SUV 我估计刚到第一关可能就卡住了 但是我们走了十多公里 迄今为止 哈佛小龙MAX表现是非常稳健的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看看到了U型沟 它的表现会怎么样 在漫水沟小式牛刀之后 我们来到了老转沟的第二个挑战环节U型沟 虽然这里的地貌看起来平淡无奇 但是杀鸡是福啊 你看我们现在旁边到处散落的都是一些硬派越野车的零配件 这个还有这个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看见了吗 这是某豪华硬派越野车的这个logo 我们现在这辆SALO MAX就是一个标准的交叉轴的姿态 那这里的地形啊 非常考验车辆的接近角离去角离地间隙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四驱系统的限滑能力 如果说你连这里都通过不了 那老转沟往后的路啊 你想都不要想了 那迄今为止呢 这辆哈佛SALO MAX的表现还是相当稳健的稳如logo啊 那我们接着往前走 看看它到底能走多远 它的能力到底有多强 这辆哈佛SALO MAX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通过我们刚才的画面 怎么样 惊险刺激吧 这一台哈佛小罗麦克斯和嗨佛的电视区 安全平稳的把我们带过了U型沟和康衡沟 面对无数交叉轴和大炮弹梗的考验 那这台车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稳健的 那走到这里可以说一般来说就是层次SUV的禁区了 那两驱车想都不要 想普通的电控多片链接器的层次SUV可能走到这里已经望而却步了 但是这一台搭载了嗨佛电视区的哈佛小罗麦克斯 它依然有着非常稳健和强大的表现 不仅在于说它澎湃的动力 而且整个嗨佛电视区对于电子向滑的表现堪称完美 那前面等着我们的是更加难的连续炮弹梗和连续大交叉轴 那我们看一下这台哈佛的小罗麦克斯和嗨佛电视区能否征服前方的闲阻 带我们到后汉坡的坡底 刚才的连续炮弹坑和交叉轴对这辆车的考验可以说非常的大 但是搭载了嗨佛电视区的哈佛小罗麦克斯 凭借强大的动力输出 它的最大马力达到了279米 风轴扭矩更是达到了惊人的585牛米 它这个数据其实要比市面主流的1.5T 2.0T 汽油ICV来的都要大 所以它在通过障碍的时候动力会更加的澎湃 并且它还有着ITVC智能扭矩实量控的系统 那它可以实现前后轴扭矩0到100和100比0的一个智能动态转移 如果说遇到车轮打滑 那么系统会自动的把动力和扭矩传递给非打滑车轮 从而能够顺利快速的通过障碍 那在我身后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像考汗坡的一个大上坡 无论是说它的整个路面的复杂长度坡度还是说长度 其实都有一个像缩小版好汗坡的这个感觉啊 那一会呢我们开着这台哈佛小龙max来感受一下 好难但是这个哈佛表现得非常的稳健啊 动力持续的输出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我现在已经看不见前面的路了 但是你可以发现我们整个上坡的过程非常的稳 真棒啊 怎么样看见刚才我们上坡的画面了吗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反正真的让我非常的激动 因为这个坡其实挑战难度很大 第一坡多大 第二呢路面都是碎池 而且还有交叉轴 一般的城市ICV可能在半坡呢就蛇了 但是这台搭载了Hi-4电视区的小龙max 说实在话真的是很厉害 有点东西啊 那话不多说 我们继续往前走 看看这台车它到底能走多远 能给到我们多少惊喜和意外 走的 OK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华北第一月圣地老掌沟好汉坡 通过视频你可能感受不到它的危险 但是真的我们站在这里看着这种高省如云的大坡并且这种遍布了碎石的这种坡道 而且旁边呢还有的非常多雨夜车的失控之后翻车的碎片 你才明白这个地方非常危险 越野去伤害这台车 而是我们做了一期非常极限的挑战测试 我们想挑战一下测试一下 这台车和这套电视区的技术能否安全可靠的把我们送到这里 它的电机 它的电视区 它的整个系统是不是足够的可靠 足够的稳定 足够的安全 那么到目前为止这台车和这套系统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 并且是非常安全的 并没有出现任何的意外 那么今天的挑战会有一个小小的意外和小小的遗憾 就是我们身后呢有一台黑色的越野车 由于它的半轴断了 现在陷在了好汉坡的半坡 现在正在救援 可能一时半会儿下不来 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 为了我们返程有足够的光照和足够的这个亮度 我们可能现在就要返程了 如果你正在关注哈佛小龙max和哈佛电视区 那本期节目一定会让你有所收获 这是一台非常可靠的车 这是一套非常稳定 非常安全的电视区技术 如果你喜欢自驾游或者喜欢出去看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那么这台车和这套技术它可以给到你更多的体验和更多的自由 那OK 我们本着对越野圣地足够尊敬的这种心态 本期节目呢可能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旗长梦想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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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划 optimizing学校里的旗长一块 Durante 门 bij Antonio 設订阅 转发的leich受 那么的话 你应该让一下 难过你可以更多支不吝点 从际去的温暖技 担一適ち